字幕君 它是用微波爐也可以做好包拌的容器 哇那本來便當合著什麼都這麼小啊 吃得飽嗎 這是我第一次靠會試裝 有這麼一個小 它都有做這麼小罐的 這種感覺在台灣應該就蠻實用的 你們知道這個嗎 我看蠻多人推的欸 春天出了一些櫻花口味的甜點 賣了好多開心 所以你如果擦桌上很多線 掰掰 今天是我的me time 我的放風時間 我昨天有在IG上跟大家說 我婆婆就臨時跟我說 反正她隔一天放假 那可以幫我雇兩個小朋友 讓我出去享受一下自己一個人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有幾個小時可以自己安排 那我現在先來到這個健身房外面 我想要運動 因為我從前一段時間 就一直還蠻想要來健身房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 那我今天就大概安排 現在才兩點多嘛 現在先安排大概一個小時的運動之後 接著去雜謊逛街 因為我昨天有在IG上問大家 你有沒有想要看什麼店家的介紹 那今天呢就是一個很輕鬆自在 反正就是我自己的一個自由時間 OK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健身房吧 我看到一個很輕鬆的騎士 這樣也是有點硬位 我已經有幾個心思 好 现在过一个小时了 太久没有运动了 脚整个没力 因为我今天练习的一直都是比较着重在下半身 但是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啊 他说一开始第一次是可以免费体验的 然后接下来如果来的话 每个月就是日币6500 然后他是24小时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他没有一次一次算嘛 他就是一整个月 可是又怕自己有时候比较忙 带小孩比较忙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过来 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那现在我要去车站 我们就去扎房逛街吧 耶买东西 预计在这边停留3个小时 那今天会想要去看一下 SRECOIN跟无印良品 因为无印良品这几天都在打折 现在好像都打10% 而且直到明天 我刚好把握机会去逛一下 然后也顺便带你们去看一下 现在的无印春季有些什么新品 要5点了 好冷哦 中午这么热 现在这么冷 今天我没有小朋友在身边 所以我可以好好的拍影片 然后我想要给你们大概介绍一下 我每次来雜坊车站都会去逛的一些店 那现在从那个闸口出来啊 走到这边就会有一些看到这一棟 带你们进去逛我很常逛的饰品店 耳环全部都是330日币 即使没有打耳洞 也有这么多种家室都可以选 那现在逛完饰品之后 我们回到刚刚 一样是从那个闸口那边出来 这边的电梯 手补梯坐下去 就直接可以去SRECOIN 走进来 左手就有SALUE 常看我频道的人就知道 我还蛮常来逛这里的 但是我们今天先不要逛这边 我想要带你们去看前面的SRECOIN 它里面的洞线比较窄 所以我平常带小朋友 尤其是推营车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进来逛 今天就可以好好稍微逛一下 这一系列的色系都做得蛮好看的 这个是西米的 他们现在厨房用具的色系都好一致 都是这种奶茶色系米色系 因为日本人都会带便当嘛 然后他连这个美奶汁跟酱汁 酱汁的专用的小瓶子都有 便当盒的背面 通常都会很清楚标示 像他这个是可以用微波乳 但是如果是洗一碗机 那种就不行 比较喜欢这种形状的 因为如果太四四方方的话 它那个角角那边就比较不好洗 再过一段时间也要回去上班了 我也差不多要买一个便当盒 不过这个有点太小了 不够我吃 这个是可以直接送进去微波里面调理东西 就像他这样子 然后譬如说像花椰菜啊 不一定要水煮 你也可以就直接放进来 然后它有分两个大小 小的是330大的550 而且它是可以收纳的 直接折平 就不会占空间 这个是用微波乳 也可以做荷包蛋的容器 他们的电视节目也有介绍的商品 这个好可爱哦 它是挂在婴儿车上面的 然后它是有声绘本 让小朋友可以再摸一摸有声音 很可爱耶 550一个 这个是放尿布的包包 也有出屁股四肢筋的 他们的这个化妆包好便宜哦 才1000元 我上次在无印看 这么大的就要好像2900吧 而且它里面夹成也蛮多的 不过它尺寸就没有无印这么多了 化妆蛋 没用过 这个是洗刷具跟海绵 就是化妆品的刷具跟海绵 它是洗完之后可以晒的 就像这样子 海绵可以放在上面 让它刷具挂 下面让它晒干 也可以收纳 这个一个是550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挂完 SREECOIN了 接着带你们去下一间 我很常去的店 从这边又转过去 这间服饰店也是有时候我会逛的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要看这间服饰店 我想要带你们去看这个 这间也是我很常来的 它里面有卖简单的一些衣服鞋子包包 那我比较常逛的是这一区 就是生活用品区 最近有在找笔店的套子 刚好他们也有卖 这样一个是1100 重点是它里面的配色我都蛮喜欢的 都是这种米色淡灰色白色系的居多 继续找便当盒 不过日本的便当盒子都这么小啊 吃得饱吗 我找到一个大一点的便当盒 但是它怎么是这个颜色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它没有奶茶色 不然我就买了 它们有买一些调理包跟这种腌制的 酱的罐头 不过我没有查试过 你们如果有来的话可以买看看 它们家的厨房用具也是我很常会购入的 那下一个我想要去一下子春秀的柜上试装 我早上要化妆的时候就发现我的粉饼被旭亚毁了 它就算想要让我买新的粉底 也不用这样子给我这个理由吧 虽然说我是真的已经被那个粉底液烧了很久 我原本已经一直压制我的日望 一直在压抑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 直到我今天打开我粉饼盒 看到被旭亚搞成那样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靠会试妆 有点紧张有点压力 因为我就很怕那个柜姐这么用心的在推荐 结果之后我没有买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毕竟底妆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是真的要自己亲自有用过 我觉得跟自己的皮肤适合在买 这个这个我想要试的就是这罐 它们的粉底液 这个麻糬酸好像也是很有名耶 它是一个隔离 妆前隔离 可以用半分的奶油 用半分的粉底液 可以用半分的粉底液吗 我不能用半分的奶油 这个一块 可以用半分的奶油 我们先用三个 这个一块 我刚刚试完了 这边是粉底液 这边是粉饼盖 这边是粉饼盖 是粉底液的遮瑕力完全不一样 我毛孔整个被遮住了 可是这边都还是看得到 我决定买粉底液 所以我决定买粉底液 謝謝 一進來就先看到滿滿的保養品 發酵導入美容液 你們知道這個嗎? 我看滿多人推的耶 可是到處都沒貨 買不到 這好像是用米康做的美容液 就是那個精華液 還滿天然的 可是都沒有貨 而且連它的試用都空的 想要試用一下也沒有 所以如果你們近期有來日本 有看到有貨的話可以帶一罐 他們保養品很好的部分就是 它都有做這麼小罐的 所以你如果不放心 適不適合自己的肌膚 都可以先從小罐的著手 無印的化妝包 種類就超多的 但是通常就是色系都還滿單一的 只是大小的問題 還有裡面的夾層 我的是這個容量的 我撲破的是這個容量的 整個大我三倍吧 無印的頭皮梳 也是滿多人推薦的 不過要說到底好不好梳 其實我也感覺不出來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不要容易扯頭髮 這個是髮油 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它就是這種可以攜帶式的 這樣就可以黏你身上衣服的毛屑 好多人推薦 五印的擴香也是很有名 我剛剛把這全部都試聞了一遍 我覺得最好聞的是這一個跟這一個 現在春天呢 出了一些櫻花口味的甜點 春季限定的 三明治餅乾 這個也是 還有櫻花口味的銅鑼燒 櫻花口味的也有出年輪蛋糕 他們家的年輪很多種口味 巧克力的 也有抹茶的 還有香蕉的 還有牛奶糖的 白巧克力的 超多 可是我從來沒有吃過 想說買一個吃看看 買巧克力的好了 等一下 我長個身發現它有小塊的 買小塊的就好了 我剛剛聽到我後面的日本太太說 這個櫻花口味的很好吃 買一個回去吃給你們看 就只胡椒鹽了 買一包吃看看 這是果凍綜合的三種口味 他說冰起來也很好吃 五印他們家有超多咖哩料理包 這個我之前有買過 可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它的薑味太重了 這個是綠咖哩 一整排都是咖哩的料理包 滷肉飯 這個也是電視上有介紹的 它是不容易沾米的 真的假的 不容易黏飯粒 一個290買一個4看看 也是電視介紹的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現的收納盒 回去再拍它的使用影片給你們看 還有這個我覺得應該蠻適合在台灣使用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小臭 然後廚師的包 它就是像這樣子啊 你們可以直接放在鞋子裡面 就小臭然後可以廚師 因為它比較潮濕嘛 像它這麼大一包 10個才990 五印家的小白鞋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它就是主打好像走得比較 腳不會容易痠 而且它是有防潑水的 它有做這個白色跟這個 亞麻色系的 一雙是390 很多人也說五印的襪子很好穿 我沒有買過給你們看 它現在有三雙990的活動 他們家的鱸魚劑我也看蠻多人介紹的 它有這個檸檬口味的 不是口味啊 檸檬味道的 還有這個是柚子的 柚子香 還有這種 它是針對如果你肩頸比較痠痛 或者是 比較身體在比較勞累的狀況 跟有如果你有手腳冰冷的話 用這個它是可以改善的 你們有用過五印的牙刷嗎 它這個是可以交換刷頭的 用一段時間 你要再補的時候就可以用這種的 而且買牙刷我最重視就是 它的這個刷頭要胖胖的 比較好刷 五印的文具也是超多人會買 就是學生跟上班族會比較會買 因為我現在比較不需要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拍了 你們如果有來再慢慢逛吧 走到後面這一區就是 居家的請居類的東西 這部分我今天就沒有 再多看多介紹了 因為我時間其實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們有來日本的話 可以再親自來逛 那回家之後我會再另外試吃 我剛剛買的東西 還有一些用品 可以試用給你們看 戰利品這兩包 今天是媽媽的放風日 日幣兩萬塊 掰掰 賣得好多開心 其實我剛剛買植春袖的時候 我是深呼吸了一口氣 然後才決定兩個都買 我本來知道要買一樣東西 結果變成買兩樣東西 可是因為我就想到 我平常用的彩妝品都是開架式 一直以來我都沒有買過 專櫃品品牌的化妝品給自己 所以剛剛我就 深呼吸 然後就給他買下去了 然後就給他買下去了 健雅乾巴τέ 哇哇哇 其實就是很厲害 超級的 超級的 為甚麼 Kivolin 到底怎麼會吃這個 為甚麼 為甚麼 阿 你去吧 不要 不要 今天我婆婆要在我們的家過夜 我剛剛拿這個台灣的臘豆腐乳給他吃 他說超好吃的 所以我下次可以再買這給她了 我會吃這三樣 因為這個我不吃 所以我覺得他大概就是想像的味道 所以我們現在吃這個櫻花口味的 櫻花的味道不會到真的很重 不過 你是黏人蠻高的 有點甜 你不可以吃太多 謝謝 媽媽一看 你只會吃一小口 這麵包體的口感是蠻紮實的 可是偏甜 因為他一直咬不會覺得很甜 但是嚼著嚼著就覺得越嚼越甜 巧克力的一定好吃 一開始吃下去是偏甜 然後 越吃越嚼得出巧克力的香氣 吃得出它的苦甜 嗯 接著吃這個 柚子胡椒味的餅乾 看起來有點像爆米花 但不是 一打開有淡淡的柚子香味 應該是小米果 它它的口味好像沒有到很重 好吃 就是小米果 但是柚子的味道沒有很重 黑胡椒也還好 我它會再回購 可是我覺得巧克力的這個可以 巧克力年輪可以 下次續會再買 那櫻花呢 就是 限定 試一次有試過就可以了 然後我不是還要買這個嗎 電線收納盒 斜對角有兩個好少 兩邊對稱 蓋起來之後 這邊有這個轉的按鍵 就這樣轉 它就會收納 所以你如果插住上很多線 至少要這樣子幫你收起來 就比較不會那麼雜 那麼不好看 就這樣子